可以搜尋 越人頻道 今天一大早就從嘉義出發來到阿里山 是因為要羽絨外套的體驗活動 再見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走棉越縣 預計走兩天 然後我們帶著一群好朋友 現在在阿里山 Seven 這是台灣最高的Seven 然後我們買了今天跟明天的午餐 準備要出發了 一片雾茫茫 走囉 走囉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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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終於走到插入口 然後我們現在右邊 右邊是要上住山的 看日出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往左邊去棉越縣 現在雖然三年開放了 但是因為裡面是宜夜蘭的自然保留區 所以我們現在一整團要進去裡面走棉越縣 必須要申請那個自然保留區的許可證 好嗎 足夠 我們要走過十二個隧道 二十四個吊橋 你要 坐吧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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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現在從2號隧道走出來 就會接到這個塔山車站 現在在下雨 在下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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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好 在下雨 24號橋 這座橋走完過去就到石猴站 也就是我們今天住的地方 快到了快到了 這是以前的那個石猴 上面那一個 上面這一塊 以前是一個猴子的樣子 那因為他頭斷掉 看到了看到了 好辛苦喔 這一路我們走了9公里 粒粒皆幸福 不舒服皆幸福 我現在剛從石猴車站 我們今天的紮營處 然後我們剛搭完帳篷 把今天的落腳處弄好 那我們現在要往回城去取水 我們剛下過雨 所以現在水有點爪 傻眼是不是敢喝 這次是一個大距離 大距離 小雪 大距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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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撒你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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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我們都不跑跑出來 你快點 你去什麼吃光是不是 春春王 等等 你算了 我們今天來 棉越縣也遇到了 這群可愛的大哥 你說路人測試啊 我們測試 幫你們代言 很輕啊 這個很輕 我要脫 脫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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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挖狗 這是OK 你知道嗎 哇 像這個 我知道 現在是離線兩度 你覺得熱還是冷 I'm very hot 好熱 謝謝 現在很 有啊 他不少會 有 有 有 這件衣服 跟你的衣服一樣啊 對啊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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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早上 十點多從石喉車站 然後現在要往 阿里山 停車場方向走 經過 這 兩天的測試 雖然一直在下雨 但是穿 這件羽絨外套 其實並不會感到不舒服 還蠻透氣的 你在爬高海好不好的 有時候外套都要帶蠻多的 譬如說 厚外套啊 然後中層衣 然後其實穿一穿 蠻厚重的 像昨晚的溫度 介於零度左右 那我們現在白天 在行走過程中 也大概只有十度 現在穿上這件羽絨外套 其實還蠻舒適的 就是 可以達到一個保暖的效果 不會說裡面在流汗 然後外面也是 最後一個隧道 來 雲海 超美的 超扯的 太美了吧 現在在這個 銀隧道這邊行 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拉鍊 它這個拉鍊很好拉 不會卡卡的感覺 裡面有一個小暗袋 然後你可以放手機 如果說下雨天 像這幾天下雨 然後你行走的時候 比較不會說 手機淋濕 然後還有一個好處 是它這個口袋 很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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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剛回程的路上看到一擊保育雷地質 像昨天下了幾乎一整天的雨 然後現在霧氣也都是很重的 雨容易遇到水 很容易就會失去它保暖的效果 這件外套的特殊處理 就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防水效果 我們喜歡爬山的人都知道 進到山林這片環境就是要無痕山林 把所有垃圾都帶下山 這是一個理念 所以在我們挑選商品的時候 這個理念也可以延續下去 然後這件外套剛好就是符合愛護地球的這個標準 就是它在生產製造的過程中 它都是對地球最低傷害的方法下去製作 這件外套達到700FP的 代表它羽絨的含量是多的 所以說羊毛出在羊身上 應該是說羽毛出在鳥身上 說到羽毛 這件外套是採用鴨毛下去製作的 我傻眼 剛剛為了拍地製 然後所有隊員都不見了 終於看到隊友們 耶 看到 登山口囉 走出來了 耶 走出鐵道了 耶 我們現在勉強湊出300塊 要去搭園區接駁車 小賣屋 請看廳 縣民有打折喔 縣民喔 對 什麼 什麼縣民 只有啊 加一縣 間諜的嗎 蛤 間諜的 間諜不是嘉義縣的 來了來了 謝謝 耶 耶 我們完成了 兩天一夜的綿月縣之旅 結束